当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杨幂 不顾一切与当时英系生前的刘凯威步入婚姻的殿堂 管理上杨幂一脸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但令她没有想到的是 这场婚礼办得仓促而敷衍 刘凯威为她戴上的结婚戒指 甚至还大了一码 不仅如此 还有记者爆料称 这对戒指是当时品牌方赠送的礼物 并非刘凯威亲自挑选 与刘凯威结婚后 两人也是迅速有了自己的爱情结晶小糯米 但因为杨幂当时签下的对读协议 她不得已将自己全部的心思放在事业上 在压力最大的时候 杨幂甚至一年拍了八部戏 虽然杨幂在事业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但感情也是需要时间来维持的 而且当时的她因为工作的关系 也无法照顾孩子 所以小糯米从小到大 也都是爷爷奶奶待在身边照顾 面对杨幂的故此失彼 刘凯威也是一脸无奈 这时刘凯威也在拍戏的过程中 与同剧组的王欧因袭深情 发生了夜光剧本事件 而彻底断送了自己的婚姻 离婚后为了孩子不受影响 杨幂忍痛将抚养犬让给了刘凯威 而且由于疫情原因 杨幂已经三年无法前往香港 探望自己的女儿了 而就在前段时间 杨幂破天荒地高调前往香港 疑似要回小糯米的抚养犬 这究竟是怎么了 其实早在去年的时候 有媒体就爆料出 刘凯威与新女友李小峰的恋情 在爆出恋情之后 刘凯威双方先是予以否认 后来见纸爆不住火 便直接承认恋情 而近日有媒体不仅传出 李小峰怀孕的消息 还直言两人即日将在香港完婚 看来小糯米真的要有后妈了 于是纷纷喊话杨幂 赶紧要回小糯米的抚养犬 因为早在离婚的时候 杨幂就曾和刘凯威签下合约 两人约定 如有一方选择结婚 则视为主动放弃小糯米的抚养犬 所以对于现如今这个情况 杨幂也是对小糯米的抚养犬 志在必得 于是她带着自己的父母前往香港 为争取小糯米的抚养犬做准备 然而就在杨幂 祈求留驾归还小糯米抚养犬时 刘凯威的父亲刘丹 却在记者面前表示休想 因为她觉得 小糯米自出生以来 杨幂就没有尽到当妈妈的义务 你觉得杨幂这次能够成功接回小糯米吗 小糯米抚养犬事件升级 杨幂讨要 被刘凯威拒绝 关键还得是李小峰 自从杨幂和其父母前往香港 看望小糯米开始 杨幂和刘凯威关于女儿小糯米的抚养犬事件 就拉开了序幕 这段时间 大家也对此事一直十分关心 杨幂需要讨回孩子的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刘凯威已经有了自己 可能会结婚的对象 那就是女友李小峰 再加上杨幂和刘凯威离婚时就曾约定过 如果刘凯威要和其他人结婚生子 那就要把小糯米的抚养权交换给杨幂 刘凯威也是同意了的 但当杨幂真正向刘凯威 讨要小糯米的抚养权的时候 刘凯威却后悔了 拒绝将抚养权交换给杨幂 以至于小糯米的抚养权事件 再次进一步升级 因为此时刘凯威的情况 和之前刘凯威和杨幂承诺归还抚养权的条件 相差不大 虽说刘凯威和李小峰还没有领结婚证 但是李小峰前段时间已经被爆出了怀孕 所以想必离结婚应该也不远了 这时候小糯米的处境就可能会非常尴尬 因为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 孩子总是会轻易被后爹后娘忽视 甚至是不待见 如果亲爸太听后妈的话 那亲爸也就和后爸差不多了 所以杨幂可能就是因为联想到了这一点 所以才会那么坚决的想要要回小糯米的抚养权 毕竟小糯米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杨幂自己怀胎十月 经历了千辛万苦 才把小糯米生下来 当然会忍受不了小糯米受委屈的可能 所以把抚养权要回来 也是志在必行的 至于刘凯威抓着小糯米的抚养权不放手 网友们对这种情况也有自己的看法 有人认为是刘凯威和小糯米生活的时间太长了 不愿意和女儿分开 毕竟自己从小就开始照顾她 感情一定是不浅的 而有些人则认为 小糯米可以说是她的流量密码 她当然不愿意放手 因为刘凯威如今的知名度和咖位都不算高 所以可能会时不时的需要拿小糯米 称一些养密的流量 以此来提高自己的热度和知名度 但不管刘凯威的选择是什么 很多人都认为这件事情的关键因素 还得是李小峰 只有从李小峰身上下手 才能使这件事情能更好更快的解决 因为李小峰是刘凯威现在的女朋友 而且很快就会有一个属于自己和刘凯威的孩子 刘凯威也会更重视李小峰一些 说不定过段时间就会传出来良人领阵的消息 所以李小峰的枕边风可能会更有用 而且想必李小峰也是想把小糯米送回到杨幂身边的 因为她即将会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这时候可能多少会更关心自己的孩子一些 即使在喜欢小糯米 但她毕竟不是自己亲生的 多少还是会有一层隔阂 再加上都说后妈难当 也容易处理不讨好 普通人家的后妈在对待前妻的孩子的时候 稍有不慎就容易落人画饼 更何况是备受关注的明星子弟呢 而且以杨幂的性格也忍受不了自己的女儿有一点委屈 处理不好的话 倒是一定会亲自为女儿报仇 所以整体来说 小糯米算是她的一块烫手山芋 还是把它送给杨幂为好 即使以后可能会因为没了小糯米而损失一些流量 但和更长远安稳的未来相比 还是把小糯米送作为好 当然这些也只是我们的一些推断 至于当事人如何选择 还是要看他们的想法的 但不管结果如何 都希望小糯米有一个好的归宿 毕竟单亲孩子不好当 重组家庭的孩子同样也不好当 希望小糯米最终能有一个好归宿吧 杨幂离婚再保新料 刘凯威落泪愧对小糯米 网友把孩子还给亲妈 近日杨幂与刘凯威的离婚 在此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据报道 杨幂的离婚申请已经获得了法院的批准 而且离婚协议中还有一些新料曝光 据悉刘凯威在离婚协议中落泪 愧对自己的女儿小糯米 据报道 刘凯威在离婚协议中表示 自己对小糯米的照顾不够周全 给孩子带来了很多不便和困扰 深感内疚和抱歉 同时他也表示 希望能够尽快找到一个适合的机会和方式 让小糯米和亲妈杨幂相聚 这条消息已经曝光 就引起了网友们的强烈反应 大多数网友认为 刘凯威应该把小糯米还给亲妈杨幂 让母女俩能够快快乐乐的在一起生活 事实上杨幂和刘凯威的离婚 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期间也发生了不少争议和矛盾 然而无论在什么时候 孩子的权益永远都应该是最重要的 作为父母 他们应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给予足够的关爱和陪伴 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现在刘凯威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 并且表示 愿意尽快让小糯米和亲妈相聚 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也是尊重孩子的权益的表现 希望两位父母能够尽快协商好孩子的抚养事宜 给孩子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之前纱米和亲妈相聚